又來買菜了 這裡 是 香港仔 這裡有一間賣麵的地方是非常之好 很多東西賣的,先看看 定女 我想買東西 我想買什麼呢? 糟了,失憶了 我忘記買什麼 有沒有雲吞皮? 黃色白色 不如你先給別人 不如先給別人 讓別人先 這位先生,你好 很久沒見了,大家 Hello 他問我今天怎樣 我說我今天幾好 學奶,這樣不錯 很久了 差點不見了 你好像Feed了 Feed了一點 我想介紹大家 這一間是位於香港仔 不是跟他打廣告 其實都是跟他打廣告 但是他沒有給錢我的 但是我每次來這裡 都幾喜歡買這裡的麵 又或者是他們一些自家製的東西 非常好吃 今天我買什麼呢? 我想買一些雲吞皮 雲吞皮有沒有? 有,黃色還是白色? 黃色 黃色 黃色有加水的,包蝦 沒錯,包蝦 包蝦 今天我想做一個什麼呢? 就是炸雲吞 給大家吃一下 正不正 正 OK嗎? 有,有,有 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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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有,有粉上鏡 有,有,有粉上鏡 有,有粉上鏡 我不准上鏡 我不准上鏡 不准上鏡 不准上鏡 因為可以吃的 噢 今天買這些回去煮一下 好 這裏,這裏差不多了 二十兩晚 少少就可以了 好的,好的 好,OK 好,OK,麻煩 放下氣 好 嘩,豬腸粉 很好吃 但是最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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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得太多澱粉 我都說你吃了 是啊 哈哈 下次 下次吃 好 多少錢啊 這個雲吞皮 你吃這些雲吞皮 什麼來的這個 哈哈 送給我吃嗎 嘩,這麼好 有週期 有週期 好,你拿 謝謝 嘩,謝謝 嘩,真是佳光佳理啊 好,那回去做炸雲吞 嚴重 糟糕 爲 嗨 又是我蔡傑傑傑煮意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些我比較少做的東西 因為經常煮一碟碟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煮東西很大碟 今天我們想做一個小食給大家享受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傑傑炸芥末蝦雲湯 在未介紹材料之前 提醒大家記住訂閱我傑傑主義 因為當我一有新片的時候 你們馬上第一手資料就會知道我煮什麼了 看看材料 材料有 急凍蝦 用來半碟的生菜 雲吞皮 材料就是這麼多 現在我馬上逐步 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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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大家 處理這些急凍蝦 其實真的很簡單 先把蝦倒出來 然後鋪緊一下 拿到大概都 一分鐘左右 然後你又 沖洗一下 又倒下來 輕輕手,不要太粗魯 輕輕手好了,攪拌一下 另外一個方法是 豆粉 放一大匙的豆粉 就這樣,攪拌一下 輕輕洗完表面之後 然後就是這樣 洗米一樣,輕輕力 好,這樣 印乾水就可以用 可以用廚房紙或乾淨的毛巾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印乾水 OK,然後 全部放下來 預備一個盤 放在這裡,幾隻幾隻,沒所謂 一拍就可以了 我們是要拍爛它,但是不要 拍到它 超級爛 好了,之後 其實真的很簡單 幾下而已,不要太多 不斷撿一下它 有一條蝦屎 這裡也有一條蝦屎 沒辦法了,有時候這些急凍食物 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在外面也是這樣 你也是吃完的 好了,隨便剁幾下就可以了 放在盤子裡 開始調味 好了,現在就調味了 這裡其實不算很多的蝦膠 我們就放到這樣 三分一茶匙的鹽 胡椒粉 小許 麻油 也是小許 然後呢 我們就拌勻它 好了 你又會問,那些蝦膠 蝦膠用不需要搭啊 那... 可搭可不搭 沒什麼所謂 如果你喜歡搭的 就搭給大家看看 很簡單 拿起蝦膠 好了,搭幾下之後呢 這樣就OK了 這樣就起蝦膠了 接著怎麼做? 好,奇怪 冰它十幾分鐘 食用的新鮮沙律菜 我們用來半碟 其實說半碟而已 都可以吃完 那就... 先洗一下它 好了,已經冰了它 一會兒 等它定一定型就可以了 開始包雲吞 雲吞皮 那...今天我不是買了很多 很少而已 買少少而已 這裏只有五元而已 那... 我們就... 現在才拿出來 不要那麼快拿 因為我怕它硬 那些皮呢 就不好吃了 大家平時吃那些雲吞 通常吃雲吞麵那些 它有豬肉啊,有蝦啊 那些 它就包起來 然後搓一粒 一個 那... 今天呢 我們就不是做那個雲吞 即是不是那種形態 即是... 整粒那隻 那我們今天做一個...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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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呢 我們就... 擠一粒... 芥末在這裡 視乎你自己吃得多辣 好了 那... 之後呢 我們就拿一坨的蝦 這樣就放進去 點一下水 然後呢 貼上去 在中間裡 按走它的空氣 出來先 要不然待會 它開起來的時候 它就有泡 OK 那就一隻了 拜拜 聖誕樹 聖誕樹 哈哈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 就... 炸它啦 那我們就... 很容易呢 拿筷子 OK 油不要太滾 一滾了之後呢 就... 中火的嘛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炸它啦 那蝦呢就很快熟的 還有... 這個... 皮呢 都是很薄的 所以就... 幾十秒... 久了 就已經OK的 看著啦 下進去 哎呀... 哎呀... 定一定型先 立刻放在這邊 哎 這個也是 那... 它一捲呢 一捲起來 立刻放在這邊 令到它那個三角形漂亮一點 對嗎 輕輕按一按 讓它還沒定型之際 它很不易黑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太猛了 火 來... 開始黑了 你看... 火現在... 這麼細細的 要不然呢 你的雲吞 完全是黑了 不好吃的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馬上拿起 來... 去瀝一瀝 去瀝一瀝 好了 當我們... 炸完一些雲吞之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 擺盤了 我們就將它... 放一些食用的沙律菜 還有... 這些... 這些可以這樣 的 勁都可以... 可以... 當然你們可以吃完 不過我們現在... 要靚嘛 是嗎 那這些... 當然... 不要要啦 好 接著呢 我們就切成這樣 好... 那現在我們... 看回這個雲吞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 首先呢... 兩邊都要... 有... 焦鹽粉 視乎你... 吃得多鹹啊... 吃得多鹹啊... 那我們呢... 首先這裡... 輕輕一浸...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就... 全部... 反轉麵啊... 全部同我轉轉麵啊... 全部同我轉轉麵啊... 那接著呢... 我們又第二針下去了... 都是那句啦... 那麼... 下個滑鹽呢... 就... 隨你喜歡... 即是... 你喜歡鹹一點就鹹一點... 淡一點就淡一點... 那我自己... 覺得這些小吃呢... 就是鹹一點很適合... 那... 擺盤啦... 哇... 我炸得太多了... 馬上試一下... 嗯... 好脆啊... 那些蝦肉呢... 是... 彈牙的... 那些... 那些蝦肉呢... 又弄出來... 輕輕弄出來... 這樣... 很好吃... 嗯... 好味道... 嘩... 嘩... 一道... 結燒... 炸... 哇... 沙... 蝦... 雲吞... 那就搞定了... 那這個雲吞其實就... 很容易做而已... 我想... 相信每個... 朋友都會... 在家... 有空的時候... 做這些小吃呢... 整家人都很開心... 那... 我有兩個意見... 一... 我今天就加椒鹽... 加椒鹽下去... 那... 二... 你可以放一粒的... 沙律醬在旁邊... 那你可以吃的時候... 你也可以... 點... 那個... 沙律醬... 兩組吃法都是好吃... 不過不同的... 就是你吃這個... 沙律醬... 跟吃你的椒鹽... 是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 兩樣都沒有吃...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 下芥末的時候... 不妨你加多一點點... 那... 吃出來... 你才吃到那個芥末... 你不用怕... 太辣了... 這樣... 不會的... 因為它真的會減低了... 炸完之後... 會減低了一部份的... 芥末的那種... 新辣味... 所以... 芥末... 放多一點點... 如果大家... 真的不太喜歡芥末的話... 拿走的芥末都可以... 那你就... 就這樣... 蝦雲吞吧... 都可以的... 是不是... 好了... 如果今天...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跟我... 分享開去... 給我一個讚好... 最重要... 訂閱我... 熱笑主意... 還有... 按我的鐘仔... 拜拜... 這邊... 是不是真的... 有分鐘... 確實可以... 要那個建築... 就像... 我們永遠了... 會很難的... brac落成... 今天... 很明顯... conhecer... 不會... 我... 都可以... 感谢观看